我是佩佩豬 这是我弟弟乔治 这是妈妈豬 这是爸爸豬 我们就开始了 今天播出爸爸的摄影机 油柴斑马先生送了一个包裹到佩佩家 你的包裹,猪先生 谢谢你,斑马先生 再见 你们看,我刚刚收到一个包裹 谁猜得到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恐龙 哦,乔治 所有的东西你都说成是恐龙 这个包裹太小了,装不下一只恐龙 我猜是一个新玩具 差不多咯 我知道是什么了 是你的新摄影机,爸爸猪的新玩具 答对了 这是一个摄影机 可以拍影片,然后从电视上看 爸爸,我可以第一个用吗? 这对小孩子来说太难了 连我都要先看说明书 这比我想象中要难 苏西洋的妈妈也有一个摄影机 她按这里就可以打开了 哦,佩佩,你好厉害 谢谢你购买电影3000摄影机 我准备好为你拍摄第一段影片了 怎么样才可以把声音关掉 我不知道 谢谢你购买电影3000摄影机 苏西家的摄影机 只要按这个钮就不会说话了 谢谢你购买 现在她不会说话了 真厉害啊,佩佩 我该先拍什么呢 拍我 好,佩佩 大家好,我是佩佩猪 大家来看吧 大家好,我是佩佩猪 再一次 好 大家好,我是佩佩猪 再放一次 大家好,我是佩佩猪 再一次 我们再拍点别的好了 我有个主意 爸爸猪先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拍一段影片给她看 请往这边走 爸爸猪在厨房里等妈妈猪 佩佩和乔治拍一段秘密影片 不准偷看了,爸爸猪 我们每个人都拍一段 乔治,你先来拍吧 你们好了没有 可以去看你们的影片了吗 好了,你可以过来了 拍了一段乔治的影片 佩佩也有 先来看乔治的影片好了 好呢 乔治他假装是恐龙 这只恐龙好可怕哦 天哪,乔治吓到了 不要怕,乔治 电视里的不是真的恐龙 是你呀 恐龙 现在来看看佩佩的影片吧 佩佩,你演的是谁呀 我是爸爸猪 原来如此 我的肚子很大 因为我吃了很多很多饼干 我的肚子才不大呢 不过我喜欢吃饼干倒是真的 吃得越多,肚子就会越大哦 好吧,下面还有什么 这是我可爱的弟弟乔治 这是妈咪猪 这是我 这是真正的爸爸猪 啊 好